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学了一些字母串的处理函数 对吧 咱们现在就用这些字母串处理函数 做一些题 这些题都是面试中常出的一些题 咱们看一下 通过这些题 咱们来简单的使用一下 系统里边部分函数 当然有的时候 咱们也会遇到咱们没讲过的函数 后边咱们也会介绍 或者是通过这个例子 咱们介绍一下没讲过的函数 对吧 不然的话 学了很多零散的函数 不在实际中用 大家很难弄懂 这个函数在实际中是怎么用的 对吧 那咱们又不能拿一个整个大的项目 那样的话又太乱 所以还是做几个题比较实惠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课我们先来做两个题 第一个题是什么 不用PSP函数 用方法写一个反准字母串的函数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用PSP函数 我们怎么翻转 还记得吧 $STR等于 还记得这个咱们说 3w.lamp brother.light 记得这函数吧 咱们说翻转是使用STR 什么REV 对 $STR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翻转写出来 loghosttest.p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翻转了 现在他说了 不用系统函数 自己定义一个函数 怎么翻转 对吧 好 那我们就不用这个系统里边的函数 我们自己定义一个 看一看 这样 我们自己定义函数 比如说Faction 反 我就记这么写一个STR 对不对 然后同样 echo一个反 $STR 我将上面的字母串 传给他 不用系的函数 我们记不记得前面咱们 字母串说可以按下标 单个区区 对吧 我们只要循环从后往前去 就可以了 O循环 $I等于零 $I小于 记得为了提高效率 尽量把长度先拿出来 比如说$M 等于 等于 用这个系统函数来过去字符串的长度 对不对 这话 过去字符串的长度 负给了一个M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每次在这儿说M 它就不用 每次反复掉那个字符串 这个STR 那函数 只掉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 $I 加加 这是咱们正常声序的循环 对不对 咱们说要想让它什么 从后往前取 对不对 那我们这几个变量要变一下 先让$I等于M 是不是等于总长度 然后让$I 什么 大于零 我们就获取 然后让$I减减 这样的话 我们输出这个数 就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这长度有20个 就20 19 18 17 16 15 是不是这样 然后咱们从后往前取 再生名一个新的字符串 生名一个N 比如说代表一个新的字符串 是一个抠的 咱们把反取的每一个字符 往这按里边放 嗯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块 写上 生名一个零时的变量 对不对 然后这样我们从这里边获取 $I默认是它的总长度 看到了吗 嗯 那总长度想象一下 总长度 对吧 嗯 那总长度呢 咱下边是零开始的 对不对 最后一个下标 是不是应该是总长度减一的 嗯 对吧 比如说字符串是20个 那这个下标它应该是19 因为0到19 下标是零开始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的一个总长度 我们这会需要怎么办 减一 是不是才可以啊 所以我们在这块就可以怎么办呢 第一次循环 那$STR这个字符串 咱们用大个号或者中个号 是不是就可以指定下标过去某一个字符 对吧 那我现在这块用大个号过去$I 是不是现在第一次循环过去最后那个字符 对吧 然后把它连接到$N里边去 N点是不是就连接到这里边去啊 那第二次循环是最后第二个字符 以此为推 当I大于零的时候 也就是I等于零的时候 是不是也执行这个循环 对吧 是不是就把最后一个字符取出来了 I大于零的时候 应该是大于等于零吧 是不是 我们就能把等于零这个识别取出来 然后我们反过去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依次从后先取T 先取T再取E再取N 对吧 从后往前的顺序 就能把这个过去出来了 你看得的字符算是给这个 咱可以换一下字符算 比如说我这块字符算是 看一下 哈喽 付出一下 是不是就把空中转过来吧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的程序 我们保存一下 不用PB函数 用反转的对吧 一点PB 好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题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不习下前面都用过的 看第二题 写一个函数 将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1234567890 转换成一刀号 23456789 都好 比如对不对 这个系统函数也有 他只不愿意自己写个函数 对不对 先看系统函数怎么过去 怎么完成这个对不对 STR一个字符串 1234567890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对 如果我们用系统函数 咱们也学过一个 IQO 什么 NUMER 下方言FORMAT FORMAT 公共 是不是格式化 STR 一加这个的话 是不是自动就是签证制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系统函数 有关系这个的 但是说了 这个也不要我们用系统函数 也让我们自己去定义函数 同样我们定义一个 BACTION 对不对 NFORMAT 第一个这个函数行不行 穿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做成千分质的 然后我们输出NFORMAT 然后里边还是穿这个字符串 是不是用自定义的函数 去做这个对吧 那传统的做法 好多人都会这么想 干嘛 因为它是这么加的 把这字符串拿过来 看 每三个一加是从后往前数的 而不是从前面数三个一加 三个一加 这样做是不对的 对吧 而是从后往前三个 你看 是这样的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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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的是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传统的做法就是 将字符串按照咱们第一个方法 干嘛 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 对吧 然后每三个一加 可不可以呢 咱们可以试一下 按照刚才咱们程序的写法 按照刚才程序的写法 写个N等于空字符串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临时的变量 对吧 一空字符串 最后呢 把组合后的 咱们得返回这个临时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按照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方法 风循环 先把长度 先把长度是不是得获取到 下 怎么的呢 看一下 先是你看啊 如果$5跟3球膜等于0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输出一个多号 对吧 然后让这个N点等于连接$STR$I 然后再连接个逗号 是不是会这么去写啊 嗯 然后否则我们这话$N点等于 直接连上STR$I 是不是会去这么做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0 叨号 是不是前面会多了一个叨号 当然我这话偏移量怎么的 超出下标了 什么时候不能用啊 哪个是超出下标了 M这话是不是超出下标了 咱们是不是得解一啊 是不是才可以啊 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翻转过来 你看一下 在这话返回的 STRREV 来 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默认第一个是不是就取得了 所以这种问题是很难处理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并且 如果$5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加多号 是不是加这个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不等于0的时候加 是不是这样可以了 但是是前边每三位加 后边是不是又左一位啊 跟咱们想要的结果 总之是不一样对不对 100个人得有99个人会去这么想问题 对吧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不一定是字幕串翻转就可以 咱们换一种简便的方法 你看咱就不用翻转都可以做出来 刚才这种做起来能实现 但是呢 你会加大量的判断 非常的麻烦 咱们用一种简便的方法 你看什么简便的方法呢 这是不是求整体的字幕串的整体的长度 对不对 整体的长度 咱们想三个加一个逗号 对吧 三个加一个逗号怎么加呢 那我们就随便做一个K 看一下 让这个整个字幕串长度和三取一之后 余多少 对吧 取一多少 也就是这个 咱们加上变量 让整个长度和三取一之后 怎么呢 余数是多少 余数是多少 现在十个数对不对 十个数跟三取一的余数 现在假如说是不是就一啊 一 对不对 余数是一 然后咱们直接循环这个字幕串 只要是余数是一的 咱们就加了多少 不就可以了吗 你想象一下 循环整个长度 输出第一个数的时候 假如说 循环第一次的时候 I 对吧 I如果 怎么的 和三取一 对吧 如果也是 等于这个一的话 等于这个一的话 对不对 那你想象 第一位是零 那他怎么的 没有 他没有吧 对不对 因为下标他第一位就是 I从零开始的 不就是零吗 是一的时候 是不是跟一取一是一 对吧 然后还几根三取一是一啊 四取一是一 对吧 然后呢 五取一是一 不是 那个跟三取一还有是 七 还有十 对吧 你看我们这儿 循环一下 波循环 达了快等于零 咱们连翻转都不用翻转 达了快小于谁啊 达了快 达了快 整体的长度吧 对不对 小于达了快 达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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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整体长度 对不对 然后达了快 加加 因为超出那个整体 自然长度是零以的 对不对 那如果这么写 如果达了快 等于零的时候 达了快等于零的时候 我处理吗 等于零的时候 等于零的时候 下半是不是等于零 对不对 零的时候不处理 所以不等于零的时候 处理 我先不写 我先不写这个 如果我先直接下边这么写出来 让一个一个先取出来 $等于 $STR $I 是不是还是一个一个取出来 相当于这字幕串没有变化 对 你看 我现在直接这么写 相当于这个字幕串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看下 就是循环 跟原来一样 这个k咱们也没用上 暂时是没用上 对不对 它一共有10个长度 那么分别从零到9 因为是小于这个10 是不是I肯定最大值是9 从零到9 还把这就这取出来 你看 我们这怎么是零呢 这属于什么 第二等于 对不对 是不是还是第二三位去吧 就是 现在咱们就想 每三位加一个 对吧 但是三位是从后边加 那咱们按余数加 你看这会儿如果我这样 如果$I和3球膜 如果等于$K K现在实际数是等一样 只要是$K跟K取一的 是1的地方 我就多 在$N里边 多连接一个什么 多号 那你看 都 N是 I是几的时候 会输出多少 下边还是正常输出 对不对 不加这个是个正常输出 只不上面 N这块 条件成立了 N加个多少之后 又直接输出这个了 对不对 一起执行了这个 连接了两次 那 看一下等于1的时候 I是0的时候 不是吧 1的时候 我们直接看一下结果 对不对 这样的结果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里边 你看 正好是9位呢 是不是前面多了一个多号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这因为你是正好是9位 是不是就是0啊 那正好是他取一 正好就是0了 看一下 那上了I是不是就等一样 0和0取一 是不是就先出出一个多号 所以咱这话得先 再加一个并且条件 什么时候不需要 不得到5 等于0的时候咱不讲 对不对 咱不要 这给大家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现在 你随便用一个数式 什么数都可以 对吧 这些数都没问题 你随便加一个长度数 从后往前数 肯定是每三位加一个 对不对 你得去掉一位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呢颠覆了传统的 你那个想法 说把这个翻转过来 再从后边插三个 再加对不对 麻烦 所以呢 这个算法主要的人 决定就在这儿 是吧 看这个整个长度 跟它倍数比几 就加多少都不大 然后我们循环的时候 只要跟它余数是一样的 我们就加多少 对吧 这话大家可以再 想上这个算法 把这个问题给搞定 好吧 可以多写两遍 然后用数试一下 就了解这个了 这个呢 是一个经典的面试题 经常出的 如果你写翻转 也能实现结果 不一定给你太高的分 对不对 如果你按照我这种写法 那如果面试官看懂的情况下 他也会做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分 有可能你会达到满分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 两个和字无串操作 有关的面试题 希望能同这两个题 对字无串的操作 能深耗了解一些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 咱们接下来这里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